苏州和服事件可以盖棺定论了 那就是今日们恶心策划的一次 针对815日本投降日的认知作战 并成功让中国无视了日本政府败鬼 无视日本投降日的意义 全都被按着头去反思 为什么不给日本和服自由了 不过 今日的这次本来已经大胜的认知战 舆论战 却在后来逐步被很多网民给揭穿了 整个事件最可疑的一点是 这几天长三角地区的温度高达40摄氏度 以江苏省会南京为例 最高气温达到了39摄氏度 到底有多热 有网友说最不怕热的仙人掌都干了 那么 比南京的温度还要高一度的苏州 是不是应当更热 然而 顶着40度的大太阳 穿着厚重的和服 他到底是什么人 什么样的意志 怎样的情怀和热爱 冒着如此高温下逛街打卡拍照 难道是特殊工作吗 这个事情在刚发生的时候 并没有引起大的波澜 直到8月15日的晚上 突然就爆了热搜 稍微懂一点数据分析的老铁都知道 这种突然爆发的热搜 不但是有人在可以推动 而且还是提前有精心的计划 和实施时要有大量舆论资源力量投入 才有可能达到这种效果 然后 各路小作文就开始在全网泛滥 网上的各种牛马成功的将节奏带到了极端民族主义 盲目爱国的话题上 有人开始乱费有本事把所有的日料店全部关停 这个话题最终讨论的是 中国女孩到底有没有穿衣自由 中国女孩能不能穿和服 可以在什么场合穿 这个问题甚至可以争论 但为什么要选择在8月15日这一天 规划和制造这样一个全网热搜呢 这一天是什么日子 是日本的战败投降日 难道这真的是巧合吗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日本又以政客在参拜经国神策 韩国人在表演打鬼子 而在中国 互联网上却在反思粉丝们是不是太激进了 在争论中国女孩没有穿衣自由 同样作为被日本侵略的受害者 同为美丽国目前在东亚最重要的盟友的韩国 却在日本投降77周年的前一天 进行当街痛打日军的一系列表演 通过在线历史场景 抒发民众摆脱日本殖民统治 迎爱民族解放的爱国热情 可在中国 不知道从哪年开始 每到8月15日 总有一个女孩子身穿和服上街被扰的新闻上热搜 和服女孩被指责 被驱逐 成为了整个事件的重点 受伤的总是女孩 施暴的却是围观群众 最后被骂 被抢过反思的却是全体国人 老杨想问问那些谈论极端民族主义的危害 中国女孩的穿衣自由 无脑是喷在日本车的人 可曾想过在77年前的那些无辜的同胞和先辈们 他们有没有活下去的自由 你们知道天皇在中战诏书上 只字未提投降二字吗 你们知道他们从来就没有反省过自己的罪状吗 有些人总是对自己的同胞无比苛刻 众口重拳出击 可面对在清华战争时期 肆意杀戮手无蹭铁的老百姓 让中国血流成河的凶手 他们非要按着所有国人的脑袋 逼着同胞们宽容 原谅 国际主义 然后却闭口不谈日本政客在战外投降日参拜神策 现任首相还尚供预传了 绝口不提他们至今没有道歉反省 甚至继续配合美丽国试图阻挡我复兴进程 老杨想说的是 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去仇恨谁 但总有人在敏感的日子里 一次又一次的挑衅着国人的情绪 践踏我们历史的伤疤 我只想冒昧问一句 你们到底想要什么样一个结果 抖音